Bell, 還有什麼要玩呢? 我們這個就是原本李牧師想我們玩的遊戲 首先你們最好就熟讀四福音和使徒行轉 但其實我都是初信沒多久不太熟的 都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玩個BB版 那什麼叫BB版呢? 因為我們有16個不同顏色 當中有些是很容易的, 因為每個經書裡面只涉及一張牌 我們先選了五張牌的那些 有五張牌的那些一定每個福音只有一張 就比較容易去明白 我們選完五張牌的那些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會有很多的 多過五張牌的那些 多過五張牌的那些 其實這個是獨有經文非常之特別的 你知道為什麼除了字多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有答案 是啊 這個成褲牌裡面最恩典的兩副牌 就是一個叫八答 八答就是無敵 每個經文都可以放進去 那這個呢 初玩的人必須要靠去振奮士氣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除了五張牌的那些牌 撿出來之外 把這個八答插進去 之後呢 哇這個這麼大疊 因為五個經文裡面 每個經文涉及都有四張 那最初玩呢 我們不怕它太厚 那我們可以選每個經文兩張 那通常來說呢 每個經文兩張 我們就應該會選到十張出來的 記住喔 每個經文都要有喔 如果不是到時候遊戲 就很不平均的了喔 那我們選了十張出來 那還有呢 最多經文 最多牌呢 除了這個獨有經文之外呢 就是這個 這個 藍色 藍色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呢 原來呢 就是講關於內容的特色 因為呢 每卷經書裡面呢 那個特色呢 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但是呢 因為它有很多 所以我們通常呢 初初玩呢 就不要放那麼多 好了 就大概在十六款卡裡面 初初玩呢 我們建議你 大概玩八款左右 不要玩那麼多 那可以洗牌的了 我們教大家怎麼玩啊 洗爛了 洗爛了 那由我們神秘先生 幫我們做一個派牌的動作先 好了 每人記得一張 假期現在我們先玩四個人先 那記住喔 我們四個人當中呢 有一個呢 如果他是一個很公正的人呢 我們就給一個答案子去啦 因為呢 很多時候 未必個個都知道答案的嘛 那就要靠一個很誠實的人 就是負責 還有眼力很好喔 就去查這個答案了 好 每人七張先 好 那七張就作為開始啦 那我們這個遊戲的目的呢 就盡快將手頭上的卡 就找到圓了 就為之贏 但是其實這個很高難度的喔 所以我們暫時只是找部分而已 那我們通常呢 就是一個猜情尋的方式作為開始啦 那贏那個呢 就以一個順時針開始啦 那開始是怎樣呢 我們因為福音書呢 就以馬太福音作為開始 所以我們就以馬太福音 就作為第一個玩的人 需要找的卡啦 那麼我們這麼多張卡呢 剛才就玩顏色啦 現在不是的啦 現在是必須要很留心 你自己手頭上的牌 有沒有涉及些什麼 是第一個玩的 譬如是玩馬太福音的 那就要有啦 那假設我第一個 七張牌都沒有一張 是有馬太福音的 不要緊喔 我們這個遊戲呢 初初玩呢 就可以很有恩典的 那怎樣有恩典啊 有慈愛啊 那我們就是 放一張卡 你不確定答案的 譬如好像 現在我不確定答案的 是 是不是寫幾服事呢 那個特點的內容 那我們就 放一張卡出去 就由一個很公正的人 跟我們說 嗯 這張是藍色卡 那我們就查回藍色卡了喔 那如果你是馬太福音呢 就看一下馬太福音裡面 有沒有這個卡的號碼 有一個號碼 就譬如 你讀個號碼來看一下 79 喔79 看看有沒有 喔 你擺錯了 原來79 就不在馬太福音的 它的正確答案呢 就會是 喔 馬可福音啊 跟著這張卡 它就要連一張佛的卡 抽到 拿回去喔 那你自己要記住 這張卡呢 你曾經出錯了 到馬太福音的人 你就可以放了 然後輪到下一位了 好 那我試試馬太 喔 因為呢 沒有人放到 第一個答案呢 就輪到第二位 那他又要說 擺一張喔 那我們就查了 喔原來馬太福音 他又在這個介紹基督那裡 就寫了 大胃的子孫 我們就查囉 喔大胃的子孫 幾號號碼啊 130 我又拆了 對喔 他要拿牌嗎? 不用拿牌 他就可以手頭上的牌減少一張 因為他放了馬太 下一個就輪到馬可 然後我又放另外一個朋友 我開了 我手頭上的牌 我又沒有確定的 我們手頭上有八疊卡 在這個遊戲裡面 玩完抽牌之後 再玩多一個圈 如果哪個牌沒有出八疊牌 是一張檔兩張計 所以八疊牌有的 我們都建議他盡快出去了 於是他放了馬可 然後他又少一張 輪到你了 我要處理的就是路加 我試一下這個 然後放了路加 我們就要查 這是多少號? 20號 20號是誰呢? 哇!你錯了 朋友 你要抽一張 先摸一張 然後告訴你真正的答案 多少號? 是路 馬太的 喔!馬太的 這樣 這個錯了 又同時間 另一個朋友又要開始 他說 如果路摸都沒有那怎麼辦 通常我們遊戲 就是頭一個圈 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放到一張牌 直到第二個圈開始 就是第二個圈 我們現在示範 假設是 放了 放了 現在我們放了一個圈 放完一個圈之後 然後輪到我 我又馬太福音了 然後我就找了 糟了我好像沒有 然後我就嘗試 因為如果你撞牌 你有機會可以聽到一個真實的答案 同時認識一下 你自己的手頭上的牌 通常我們就建議 每一個朋友都試一下 如果沒有手頭上的答案 都可以試一下答案 假設我試了不對 我就罰一張牌 如果這麼巧一個圈裡面 個個都原來都沒有馬太福音 我們再輪到我一陣 我就可以跳過馬太福音 去到馬可 那如此類推 直到限定的時間 或者去抽牌 遊戲 就數一下大家手頭上的牌 誰最少 為之贏 現在最後 我們玩完之後 我六張 你幾張 四張 五張 五張 那旁邊呢 來看看他們幾張 這個 大家都 六張 大家都六張 那 七張 我七張 最少贏 如果大家都有幾個人 五張 那為什麼呢 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有色仔 就用摘色去決定 摘色的規矩 就是以這塊布範圍 扔色 如果扔色 扔出了布以外 就取消資格 那誰的色數最大 就為之贏 令到大家不用掙扎 誰要再玩一次 那麼久了 我們不是說到 初初BB班 就是選擇 五張牌的 或者四 複雜一些 選擇一半的 如果你們同行的朋友 個個都已經是 熟讀聖經很久了 那我們建議你 一百四十張牌 全部都可以玩完 甚至可以只選擇部分 抽大約十款 因為總共有十六款 那麽多 那你就可以 把牌全部都放進去 一起玩 而玩的期間 你們也可以限定時間 因為有時時間 可以玩超過兩個小時 那麽來的 你們可以說 一個小時裏面 我們玩完 最後每人要多走個圈 就完了 這也是一個 好好的解決方法 三種玩法都介紹完了 真是 見多識說 不要這樣說 其實呢 因為李牧師 去創作這個卡 內容是非常之豐富的 有140張 涉及過範圍 亦都很多種的 那麽我覺得呢 你們各位 看這條片的朋友 或者已經買了這個卡的朋友 其實可以發掘更多個玩法的 那麽我們歡迎你們 未買的朋友 就過來 買這個記憶訓練卡 這個卡遊戲 是的 就可以玩到更多 發現更多種的玩法 去認識這個聖經的福音更多 不論你們回去教會和小組 或者是家裡 和不同年紀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玩 未買的就快點訂購 有啦 嗯 嗯 對 剛好 想像是一個 นี่ 不論 powered